有着摄影怪一封号的李天遥老师 每周六晚上所开办的绘画课程班 其中有一位相当杰出的班员 虽然他是视障者 但是呢凭借着对彩绘的兴趣 他也说到了 其实视力是相当的微弱 也要凭借着想象画出心中的美 泰山美学促进会在摄影怪一李天遥的带领下 每周六都有绘画活动的举办 在美色活动中最特别的是 有一个视障朋友总是牵着导盲犬前来学习绘画 他表示想利用仅存的微弱视力 画出心中的美 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也是希望说我未来可以开画展 因为我的眼睛只能慢慢的看不到 我没有机会重见光明 但是我希望在我能够看到的这段时间 我还可以看到很多美的事物 在这边的同学老师的鼓励下 我觉得真的走出来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所以可以试着勇敢一点跨出第一步 李天遥医师说当初听到视障朋友想要学画 他心中想的只是在艺术之前 人人都有学习的空间 并没有思考其视力的问题 直接答应了他想学画的要求 其实在带他画画这一段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是想说在事实上他的心灵层治 跟那个所谓的表象那些的色彩配合起来 我看看会到底画出什么很美丽的火花出来 这才是我很想看到的 所以我在带他的时候只教他很多基本的东西而已 就像说颜色怎么去混在一起 然后怎么去把整个结构把它画得很可以 那就够了 他自己其他他想要画什么东西 由他自己发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发就可以 泰山美学促进会的会员表示 能够与视障朋友一起学画 他觉得很开心 每次看见他的画作就能看见最纯粹的美感 起初他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有一点好奇 奇怪怎么都带着一条狗 结果他的毅力感动了我们大家 因为在每次做画的时候 他都会说这个颜色我看不太清楚 然后加上我们的李医师 慢慢的跟他讲说颜色是怎么调配以后 他画出来的画已经不输给画家 李医师说纯粹美感在每个人的心中 只要想展现自然就是一种最美的呈现 在艺术之前 人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创作出心中最美的那幅画 记者在泰山采访报道